关注一经风水,找到成功秘诀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经风水学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勤奋一养运气,淡薄一养福气 一,读书养财气,富有诗书气字华 经常读书气质自然变了 慢慢就像怀孕一样怀才了 许多时候,你以为读过的很多书籍 都成了过眼云烟不负记忆 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 并且随时都可以用在能用到的地方 它们虽然不能立马帮你解决问题 但是能够增长你的见识 让你的谈吐更有节 它们无法让你变得更漂亮 但能够给你增添一抹书卷气 令你的气质更出众 读书多了,你和爱人在生活中 不只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可以谈论 还有琴棋书画诗酒画可以言说 王阳明、曾国藩 这两位学问和事工都有卓越成修的大贤 其很多智慧都是来自于书中 王阳明爱读书 他37岁被贬到贵阳农场 这个地方的人很野蛮 没有接受什么教话 他想应该叫这些野人读读书 随身行李都丢了,哪有书呢 于是自己默写 把他读过书一字一字的写出来 他想教野人们读一经 他就把整部一经写出来 当然王阳明读书不是死尽硬背 而是强调借读书发明我们自己的本心 读书的目的就是培养自家心体 治良知 曾国藩则说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 为读书则可以改变气质 古之经于相法者 并言读书可以变换古像 读书可以变化人的气质 甚至改变一个人的古像 曾国藩说读书与看书之不同 看者功成拓地 读者守土妨碍 二者截然两世 不可却亦不可混 其实是说 看书是在扩大知识面 是贩毒的范畴 读书是巩固消化吸收 极有的知识 是精毒的范畴 二 勤奋养运气 通常人们认为运气就是靠碰的 其实不然 所谓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整个周易都在强调感应 古语也说 福祸无门 为人自账 福起心于善 善虽畏为 而吉神以随之 或心起于恶 恶虽畏为 而凶神以 勤奋就可以养运气 一个人勤奋 善于做好准备工作 每当时机来临 自己便会受益 反之一些懒惰的人 什么准备工作都不做 只知道投机取巧 机会和运气来临的时候 他们只能任其溜走 反而自怨自意 愿自己运气不好 李嘉诚自传中有一句话 如果你只是站着不动 自然不会伤到脚趾 你走得越快 伤到脚趾的可能性越大 但是同样 你能达到某个机会的可能性越大 最重要的是 早上的事 下午必须有决定或答复 假如下午发生的事非常复杂 则必须24小时内答复 我的手表总是拨快10分钟 以便准时出席下一个约会 将手表调快10分钟 是李嘉诚多年以来养成的一个习惯 在李嘉诚看来 这就是一种抓住机遇的表现 在商场中有所收获的人 一定都是勤劳的 善于把握先机的人 每天提前10分钟 就意味着每天多10分钟的机会 在李嘉诚的眼里 什么是先机 当一个新事物出现 只有5%的人知道时 赶紧做 这就是机会 做早就是先机 当有50%的人知道时 你做个消费者就行了 当超过50%时 你看都不用去看了 这是使李嘉诚 长胜不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透过这个先机要局 我们不难发现 赶紧做早等字眼 无不传递着一个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勤奋 三 宽厚仰大气 层次越高的人 越是懂得宽厚 也就越大气 层次低的人 境界狭小 不知宽厚为何物 整日熟米寄星 患得患尸 曹操的曾祖父曹杰 素以宽厚待人文明相礼 一次 邻居家的猪跑了 而此猪 与曹杰家里的猪 长得一模一样 邻居就找到曹家 说那是他家的猪 曹杰也不和他争 就把猪给了邻居 后来邻居家的猪找到了 邻居知道搞错了 连连道歉 曹杰也只是笑笑 并不责怪邻居 宋明辰言行录中 记载了宰相吕蒙正的故事 吕蒙正重镜事后没几年 就当上了参知正事 在当时相当于副宰相之职 有一天早晨上朝 听到有人隔脸指责他 自立太浅 不能居参政之职 吕蒙正装作没听见 随行的同僚要为他追查 说此话的人 吕蒙正却说 如果我知道这个人的姓名 我还会耿耿于怀 这有什么好处呢 再说不追究此事 对我也没有什么损失 正是因为有着这般的宽宏大度 吕蒙正辅佐太宗 巩固了宋出的统治 成为一代名相 人与人之间贵在和谐 如果谴责别人的小过失 揭发别人的隐私 念念不忘别人的旧恶 将使我们的心受到邪制 心眼狭小 更造成自己和别人相处时的 潜藏危机 树立更多的敌人 相反 一个讲宽恕待人之人 心胸开祸 宽恕仁爱 他自身的修养 不但真于完美 与他人之间也是一团和气 没有敌人 灾害自然也不会降到他的身上 明代学者杨继胜有一次 在写给儿子的书信中说 宁可我让人 不要使人让我 宁可我容人 不要使人容我 宁可我吃亏 不要使人吃亏 宁可我受气 不可使人受气 别人有恩于我 我终生不忘 别人有怨于我 我及时丢掉 看到别人的好处就称赞目已 听到别人的缺点就守口如瓶 有人向你说 某人对你要感恩报答 就说他有恩于我 我无恩于他 这样就使感恩的人 感受更深 有人对你说 某人恼恨 毁谤你 就说他平时与我最要好 怎么会有恼恨 毁谤我的道理 这样就使得 恼恨毁谤的人听后 怨恨自然化解 人生在世 要活出滋味 活出样子 就不能没有度量 而要做到有度量 就不能不心宽 心不宽天地小 路就越走越窄 甚至没有出路 在现实生活中 有些男人脾气粗暴 动不动就大发雷霆 有些男人则慈眉善目 忍辱礼让 有一副千功待人的好气度 修心必先修德 修身虚心智怒 古人云 人意是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 宽怀大度 忍辱不便 自然就能远离是非 无忧无虑 有一个大气 而又逍遥自在的人生 四 淡薄养福气 诸葛亮在戒子书中写道 非淡薄无以明智 非宁静无以致远 三国演义中 第37回 诸葛草炉中门连维 淡薄以明智 宁静而致远 人总是被各种各样的 欲望纠缠 人的心也容易成为 欲望的俘虏 所谓 心是平原走马 易放难收 还有个成语叫做心原易马 猿和马都是 活动迅速 难以控制的动物 古人将它们 对比我们的心 可谓寓意深远 老子第12章说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赤诚攻略 令人心发狂 难得吃货 令人刑访 人要真正立志 做一件事 就要淡薄填淡 不能放纵自己的欲望 不该在追求 感官的想罗中 消磨稚气 淡薄宁静 不仅是我们 明智立志的博二法门 也是一种人生境界 老子说 清静为天下正 俗话说 就是平平淡淡才是真 一个人只有在 淡薄清静的状态下 才能内心超脱 尘世的豁达 春风大雅能容物 秋水文章不染沉 淡薄者须有 云水气度松柏精神 不为名利所累 不为繁华所幼 从从容容 宠辱不惊 淡薄宁静 是修身明智的 最佳心灵境界 也只有在淡薄宁静的境界里 我们才真正明白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就如陶渊明 归原田居 悠然度日 这种人生境界 就如同陶渊明 在饮酒诗中描绘的那样 节炉在人静 而无车马轩 问君何能儿 心远地字片 采取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西家 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 欲变以妄言 我们来到这个世上 不妨守一颗淡薄的心 不必因计较得失 而设计最美的行程 这样即使将来归于尘土 也坦然自若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儿了 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